不只美国的区域银行 现在有破产的危机 最近传出短短两天四十八小时之内 七家的美国企业破产 其中一家叫做Vice Media 它曾经市值是超过了 纽约时报的一家网路媒体 所以现在大家不禁要问 美国的破产疑虑还没有结束吗 不只企业 最近银行反应 个人的破产也越来越多了 于是平等机构目的告诉大家 美国的破产趋势才正要开始 江老师敬于上台来 这一波的破产潮到底凶手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 当然是美国升息 就是我们把它称为升息后遗症 那迎来破产的一些趋势 从银行中小中大的银行破产 到目前中型企业 首先承受压力 但是我们把这个概念整理一下 会发现联准会的升息 它的表面动机是要为实体经济降温 要去通膨 结果所有的讨论都是环绕着去通膨 可是问题是升息的后遗症 不是只有去通膨 所以其他的问题都好像被忽视 现在我们把它找回来 这个降温的意思就是说 要把总需求降低 因为总供给有点受到疫情 乌克兰战争等等的影响 运输这些都影响总供给 所以总需求要拉下来 来跟总供给匹配 免得供不应求 那总需求会称高 我们以前有讲过 因为财政刺激 政府给补贴增加基础建设 投资什么什么的 把总需求称住了结果 总供给本来下去了 你又把总需求称住 就形成一个缺口 所以一定要把总需求降温 它本来是这样 现在发现量化宽松的退场 量化宽松本来就是 把信用扩张出去 注意这里不是大印钞票 大印钞票是指 中央银行的强力货币本身 真正的问题是信用 信用是商业银行 不是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受信出去 这叫信用扩张 那现在要退场 退场的话就是把信用收缩回来 我们俗称抽银根 所以整个升息的过程 它的意义是货币紧缩 或者信用紧缩 然后它是要抽银根 就是钱往哪里去 现在要抽回来 那第一个去了哪里 债券市场 很多资金跑去买债券 所以美国债券 现在价格下跌 资金要抽回来 然后第二个钱去哪 黄地产 这个要抽回来 那现在股票还没有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 就是高负债的银行跟企业 银行是买公债 那个算是杠杆 现在有很多企业是借钱来运作 那个高负债 这些高负债企业的话 现在破产了 是这个来的 所以矽谷银行当时就是 很多的新创去借钱 那个借钱是一部分 它开始要应付开支提款 可是矽谷银行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将剩余资金去买公债 所以你买公债的话 因为公债被抽银根 还还相扣 公债市场的那个水位 资金水位下降 现在是企业的部分 他们有很多是杠杆 那个借钱来做融资 现在因为这个量化紧缩了 抽银根了 所以以前的银根往哪里去 现在全部抽回来 现在信用紧缩的后遗症是这样 我们把它分成三部曲 第一个有些是过剩资金 这些过剩资金要抽回来 那这部分叫做流动性 就是缩减流动性 烂头寸 我们俗称烂头寸把它收回来 再来一个呢 就是高负债的公司杠杆太高的 这个叫收缩信用 有很多那个 你如果是自有资金的话 OK嘛 你很多借钱的 现在都要收缩信用 再来一个呢 是削减乐观情绪 因为太乐观 然后信心太强 你看他就业市场现在很强 他就业市场 他股市也很强 升息升到现在 股市也没怎么跌 所以乐观情绪没有消退 升息除了去通膨以外 还有两个效应 是几乎媒体上没仔细在谈 我们利用这个节目把它讲出来 就是在资产部门要去泡沫 因为原来有很多资金 去撑住资产行情 从股市到房市到债券市场 那现在抽银根的话 当然资产部门就要 资金水位就要消退嘛 对 那个再去泡沫 那资产泡沫 通常泡沫化有三个因素 第一个叫过度乐观 就这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不是泡沫 然后再来过度举债 因为看好嘛 所以就是杠杆嘛 像融资交易就是杠杆之一嘛 那公司债 公司发行公司债 去买库长股啊什么东西 那些都是过度举债 再来的话就是过度重重 就是别人买台积电 我跟着买台积电 别人买苹果 我跟着买苹果 所以虚拟货币有一个 这样子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说所有资产泡沫 一定具有这三个因素 不管是股票的泡沫 还是房地产的泡沫 还是比特币那些泡沫 都有这三个因素 那现在抽银根的结果 其实是针对这些现象 来去泡沫 所以我们要提防的是 接下来过去 因为这三种因素 被拱起来的行情 接下来可能都会有 泡沫外积极 对对 所以这个在资产部门 刚刚讲的那个去通膨 是实体经济降温 这里是资产部门 或金融部门降温 所以它是两个降温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简单讲嘛 就是去杠杆嘛 要降低债务负担嘛 所以它是收缩跟整顿资产负债表 很多企业因为干涨比例太高嘛 债务比例太高嘛 所以要调整收缩它的资产负债表 张老师 美国股市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危机吗 美国股市算在这个定义里头吗 你先问一个好问题 就是你去看 道琼跟纳斯达克会办 纳斯达克跟会办 是科技股比重比较高 那道琼的话 传产跟金融这些比较多 你会发现道琼跟纳斯达克的走势 是不一样的 两个分歧了 你去看到道琼的话 是趋势震荡在走下行趋势 NASDAQ是已经创过得很高 NASDAQ是在走上行趋势 所以你要知道资金如果收缩 对在股市的部分的话 科技股将来可能会有一些考验在 因为现在是以为行情在乐观嘛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资产负债表要整顿 你可能本业很好 但是你的财务结构不能老是靠负债 所以要调整它的财务结构 整顿资产负债表 去杠杆 所以金融部门去泡沫 实体经济去杠杆 那不只是为实体经济降温而已 也为企业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破产是这个地方来的 是这个地方来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两个大冲击 就是企业的部分 很多企业是僵尸企业 因为在量化宽凶的情况下 该破产的没有破产 该退产的没有退产 被撑住了 那现在这些僵尸企业就现行了 因为现在信用收缩的结果 要把一些不必要存在的都把它清掉 好 再来就是高负债企业 僵尸企业是其实它根本没有 就是获利情况不好 营收情况不好 勉强撑住的 这个东西都要退场了 再来是高负债 你应该整顿你的财务结构 如果整顿不行的话 你可能花不出债的话 可能也必须退场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那个破产的问题 就是指这个地方 就是它因为信用的紧缩 它被逼得要调整它的财务结构 调整它的资产负债表 如果不行的话 那可能就只好破产 那破产呢 下面我们看破产不完全是坏事 就是说我们理解 从18世纪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起来 古典经济学起来以后 我们就碰到一个基本的现象 就是景气循环 那景气循环呢 它其实背后是信用扩张的循环 信用扩张景气就走高 信用收缩景气会下来 那这个作用是 让实体经济有机会做新陈代谢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你不要以为经济都好好的 因为有很多企业 其实它尝试的商业模式 其实不对 或者它的那个技术创新 其实也不怎么牢靠等等 要淘汰掉一些东西 要太弱流强 对对对 经济的扩张总是会引来很多那个 我们俗称的阿玛阿狗一跳进来 然后这个潮水退的话 它要退场 就是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新陈代谢 如果你经济都不让它新陈代谢 硬撑硬撑硬撑的话 最后还是要新陈代谢 你现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量化宽松 把经济撑住 因为那个时候太这个金融系统性风险太大 所以用量化宽松 硬是把经济撑住 争取时间做调整 现在的话时间到 就像很多那个僵尸企业 很多高负债企业的话 要现行了嘛 那这是要新陈代谢 那有新陈代谢的结果呢 就是企业经过整顿 它会用更健康的财务报表来重新出发 那给经济一个产生新的活力 那我们用生活的比喻来讲 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嘛 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 我们现在讲衰退跟破产 是为了将来迎来下一个 复苏跟还荣嘛 是将来 那整个概念 有还荣就会有衰退 有衰退就会迎来下一轮复苏 对不对 那目前的情况是因为 升息速度的确够快 而且幅度也够大 至少在大通膨那个年代以来 目前的升息真的是最厉害的 最严重的 那这个很明显 对高负债企业福利 就是很多企业在量化宽松 资金很便宜的情况下去借钱 第一轮量化宽松的时候 有一个部门借很多钱 就是业员油 那个能源业者 大量举债来做开发 然后美国因此取得能源供应的自主 对不对 不再依赖中东 是美国的盟友在依赖中东 所以美国要保护盟友 比如日本欧洲 对不对 所以还要负责中东的地缘政治安全 美国自己已经不依赖中东了 所以中东对美国的地缘政治价值 就是急剧下降 但是我们现在讲回来就是 那个宽松的信用现在收缩 那之前第二轮的时候 第二轮量化宽松就是疫情以来 大概新创企业 那可能房地产现在也要降温 那服务业 现在服务业因为财政事件的关系撑住 所以要打通膨的话 最后一定要打服务业的背后 就是就业市场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信用的收缩 把高负债企业那个冲击到了 然后现在我们估计联准会 现在还在升息 还没有说现在只是升一码 那他可能会暂停 暂停以后才降息 那在降息以前 这些信用紧缩的破产压力 应该还会在 就是到了降息的时候 表示压力已经够大了 天主会不得不开始退让 他那个紧缩的立场开始后退 那个时候应该是看到破产压力 或金融压力等等够大 那觉得可以降息了 所以在降息以前 这个破产的压力还会持续一阵子 然后这个我们符合经济理论里面 讲的清算学派 就是经济的繁荣扩张 可能会把阿玛阿果带进来 可是经济的那个衰退会 相当于起到一种清算的效果 就是我刚刚讲的新陈代谢 然后让经济整顿完之后重新出发 然后衰退之后迎来新的复苏 新的繁荣是将来 那这个是这种现象 在工业革命以来 从资本主义的这个特征就是 我把它称为有节奏感 扩张 繁荣 然后衰退 收缩 复苏这样子 这叫俗称景气循环 那我们景气循环的背后 叫做信用扩张的循环 OK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变化是信用扩张 收缩 扩张收缩这样 那环运在实体经济 景气好景气不好 环运在那个金融部门 泡沫起来泡沫破掉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信用收缩 一定会开始产生这些 逻辑上必然要出现的现象 包括景气破产了解 好谢谢江老师请先回座了 降息之前 江老师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信用紧缩产生的破产压力 就是现在慢慢再展现出来了 还会持续一阵子 现在都还没有停止升息 一直到降息之前还会维系 这符合所谓清算学派的观点 第二张字卡 大家要有哪些的心理准备 接下来三部曲抽回过剩资金 已经在进行了 挤压高负债的公司 现在开始出现了破产 才只进行到这里 接下来还得要消灭乐观情绪 也因此两大效应 要去泡沫化的过程当中 因为这三个原因 所被拱上来的一些泡沫经济 泡沫商品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再接下来泡沫会不会破掉 还有去杠杆 接下来要整顿资产负债表 简单来讲就是破产了 会不会看到更多的企业破产 以至于个人让一些僵侍企业退场 让一些高负债企业的退场 这段过程当中 经济股市要付出哪一些的代价 我们休息一下 还要请张老师跟你上课 好回到台股的焦点来看到 在今天过了万六了 喊了这么的久 台股来到了十一个月以来的高点 但是明天要小心 会不会有回马枪 下一步这五二零行情也好 万六之后的行情也好 谁来引领 休息一下 可可老师上课了